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不偏偏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可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自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举来。